柯文哲今天回到的家鄉新竹 新竹體育館內外 其實都是支持者 而且柯文哲的爸爸媽媽 妹妹柯美蘭 都有到現場支持他 讓我們迎接台灣的總統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現場歡呼聲不斷 民眾黨稱新竹體育館場內場外 支持者達到八千人 座位不夠 許多支持者甘願站在一旁也要參與 雖然近期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在新竹的農地爭議不斷 不過回到家鄉伴造勢 支持者還是給予大力的歡呼 民進黨跟中國是完全不對話 國民黨是跟中國對話的非常曖昧 我是唯一能夠跟中國大陸 在對等尊嚴的基礎之下 跟中國大陸有效交流 賴清德是做不到的 我有一次沒有經驗的 不只黨內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黃珊珊 黃國昌等人 就連近來被媒體追著跑的 柯媽媽 柯爸爸也來了 對於農地違規使用問題不用多談 柯文哲在台上更是絕口不提 而副總統候選人吳信寅合體亮相 趕緊跟新竹拉關旗說 這是自己爺爺的故鄉 坦白說我認為好的政府不只是要常常跟人民身上拿錢 而政府是要拿出能力來幫台灣賺錢 吳馨營再走政見發表會模式宣傳自己的專長經濟政策 而一向嗆辣左打籃右攻略的黃國昌這天沒有開啟戰神模式 韓劍走起感性路線 提到家中父親黃國昌不斷鳴嘴停頓 有一些哽咽 其實我爸爸現在今年八十幾歲 可是他眼睛看不太到 行動也很不方便 我知道他現在有一些失智 選戰倒數衝刺民眾黨開啟全臺造勢大會 不只是拉抬聲量 也在與支持者的實際互鬥中提升選舉信心 記者魏林彥 林雨菈 新竹採訪報導